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做到尽量让自己感恩万物 无论好与坏 我很喜欢在大自然中寻找创作灵感 听妈妈说 小时候我总是偷她的蘑菇 还给我的小娃娃做衣服 然后假装自己是个设计师 或许这个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想要做一个拥有独特风格的皮饰小设计师 保留一些传统的皮具做法 但是尽可能呢 探索并研究一些新的手工变质法 13岁出到英国的时候 蛮是一个柔柔弱弱 自私自利的一个小姑娘 从最初的美风佳节被四亲 到无数个孤独无助 除了逼着自己坚强地走过 也没有其他选择的瞬间 现在想起来却还记忆有心 当我想到以保护层面去做创作的时候 亏下大点的我灵感 以前遇到磨难的时候只会哭 现在我学会了或许只有不断地前进 然后坚定自己的内心 才能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努力地告诫自己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因为任何人任何事 而影响到自己一直努力的状态 有梦就去追 不要害怕失败 我相信只要不忘记最初的决心 做事有事有终尽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我想终究就可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